特利集团在台湾的营收不管是第二季跟上半年都比去年成长2%以上 所以显示特利在台湾的零售事业还是维持稳定的成长 反观转投资的和乐中国为了充分发挥斩电效益 预估至少还会再开4家店 法人士预估和乐中国今年的亏损可以控制在1亿元以内 明年应该有机会转亏为盈